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幸福空間的粉絲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好行部 佩真 好開心你們今天來我家 很多人就說我主持了風水節目主持了六年 我一定很懂的風水 你答對了 我真的很懂 我看了六百個房子 我真的懂 但是當然啦我覺得老師還是有老師的專業 但是我跟你講只要是初級班中級班的我都會 我這個區域呢就是進門的斜45度角 一個非常厲害的柴位 那這個柴位呢就是要放一些招財寶物 那這兩隻 像這個就是阿湯哥湯老師特別送的一個招財的銅鏡 他有一個專業名思的王 那這個呢放在這裡 剛好我這邊有一盞燈 哇 啪啦 一照我跟你講 我家就是澎壁升輝之外 還不斷的在發財 招財 然後你看一看後面還有一隻 龍龜 喔 Sorry 然後後面還有發財樹 然後後面還有發財樹 招財位就是要靜 就是這裡不要有冷氣 不要有窗戶 不要有東西 人走來走去 他就是要靜 靜靜的 好 那下面還有兩隻 皮修 皮修一定嘴巴要咬著錢 對 那因為家裡常有客人 所以我就不敢放一千塊的 反正我就覺得 意思到就好了 皮修咬錢一定要對喔 然後呢他們一定要對著門外 含義就是呢 他們要出去咬錢 因為皮修沒有屁股 所以他只進不出 哈哈 真是太可愛了 謝老師 送我的招財寶蛋 裡面有五色蛋 不是五色蛋 五色水晶 然後就是金木水糊土 形相生這樣子 然後上面還放了一顆 軍元寶 就是可以招財 那我們家因為很少在看電視 所以這裡這麼空 沒人在這裡 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在這裡 這才是我最愛的地方 這地方就是餐廳 我為什麼喜歡這裡呢 因為我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坐在這裡 吃早餐 那為什麼我很喜歡這個位子呢 因為背有靠 然後呢 欸 兩面都有窗 看起來就是 陽光灑進來 非常的開心快樂 我們在開開心吃飯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們講一些 人生大道理 人生大道理真的平常沒有人要聽啦 可是在吃飯很輕鬆的時候 就可以帶出來 我覺得 家庭的一個價值很重要 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餐桌 如果大家都是在那邊吃飯糰的電視 我跟你講 不OK 然後它同時也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桌 因為你們都知道 我個人 有發展出我另外一個興趣 就是 岔回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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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缺一的那一種 岔回仔 是岔花的 花香 果香 書香 酒香 蠻丁芳香 我有酒香耶 你看一看這一區 這一區真的是 令人開心的一區 使用幸福經紀人免費服務 還能獲得幸福金裝修折扣5到10% 還在等什麼 趕快上幸福空間網站查詢吧 設計師會不會無故加價啊 設計師說羊毛出在羊身上是真的嗎 不管有沒有幸福金現金回饋活動 如果您遇到黑心裝修 工程款都是有可能會被惡意加價的 不論任何交易 最好的方式還是要由您自行進行比價 當您發現裝修公司報的工程費用超出預算 您可以多找其他裝修公司進行比價 再決定要跟哪家公司 配合幸福金現金回饋活動哦 保障您自己的權益